大陸解放軍宣布 今明兩天在台灣島周邊 是要展開陸海空及火箭軍的聯合演習 我們要把時間交給這個特派記者黃元元 來帶我們掌握進一步的消息 好 就在520過後的第四天 也就是今天早上呢 中國大陸解放軍是終於出手了 那麼東部戰區呢 是在今天早上7點45分的時候 無預警的宣布要進行 23、24號為期兩天的 台灣島周圍的演訓演練 那麼這一次演訓的軍種非常的多 包括陸軍、海軍、空軍甚至是火箭軍 通通都已經出動 也包括了海警 那麼這一次的演訓範圍重點有哪些呢 先帶大家來整理一下 包括像是聯合海空戰備警巡 聯合奪取戰場綜合控制權 還有聯合精打要害目標等科目 以及艦機抵台周邊戰巡 他們這一次特別強調說 這是一次島鏈內外的一體聯動 要來檢驗這個戰區的實戰 聯合作戰的實戰能力 特別還要注意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這一次的這個整個行動 是完全無預警的 所以也就代表說 其實呢像是在2022年的時候呢 他們有些警告我們這個演習的範圍 但是這一次呢 完全就是在你沒有準備的狀態之下呢 就進行了這一次行動 也印證了說代表這個解放軍 要將這所謂的演練呢 變成是一種常態化的 我說打就打 完全讓你沒有任何的準備時間 是接下來解放軍對應台灣的一種模式 另外一個要來看到的是這一次的演訓範圍了 2024年這一次的這個演訓範圍呢 其實包括了這個台灣的北部 東部以及南部 甚至是馬祖島 東銀島還有烏丘雨等區域呢 全部都涵蓋在內 而2022年 佩洛西訪台的時候的這個範圍呢 其實也是涵蓋了全面哦 但是相比起這一次的範圍呢 這一次的範圍是更靠近台灣 甚至是範圍整個面積呢 又更加的擴大 也代表了這一次解放軍 要來振折台獨勢力的決心 因為在前兩天呢 其實包括國台辦 甚至是大陸官媒呢 都一再的強調說 他們的這個應對台獨 以及外部勢力的這個工具 商是非常的完備 所以這次的行動呢 完全無預警 也完全讓你沒有任何的 準備的時間以及空間 還要再一個強調的重點 就是2022年的時候呢 其實應對台灣的這個演練呢 其實也向台灣發射了 東風的飛彈來進行正折 那麼這一次呢 軍種當中也包括了火箭軍 接下來會不會向台灣 來釋放東風飛彈呢 也是要來檢視這一次這個演練的 重點的這個力道 到底有沒有呈現 以上是我們目前在現場 掌握到的最新 再把時間交還給航內 好再來關心的就是 中共解放軍 東部戰區的新聞發言人 他們也宣布是從這個 今天早上7點45分開始 到24號組織了戰區陸海空軍 火箭軍等兵力 要來展開聯合力艦演習 那目前台灣的機場航班 都還正常是沒有 受到軍演的影響 這是我們收到的最新訊息 提供給您 共軍東部戰區 早上7點發布了消息 表示將會在台灣周邊的海空域 來執行聯合操演 還有更進一步的詳細資訊 我們要把時間交給韋鴻 好 各位觀眾朋友 帶來關心 中共人民解放軍呢 在東部戰區呢 在今天上午7點的時候呢 宣布5月23號到24號 將在這個台灣周邊的海空域 組織這個陸軍 海軍 空軍 火箭軍等等 兵力來進行這個聯合力艦 2024A的演習 而他們是表示呢 這一次的聯合海空戰備兵器呢 其實包含了這個聯合奪取戰場的 綜合控制權 以及精準打擊目標等等的科目 所以說呢 這個機店會在台灣的周邊 來進行肉抖的這個活動 而其實這個理解稱呢 其實這是對台獨分裂勢力 謀獨行徑的一種嚴懲 其實他呼應的反對的就是呢 當時我領的時候呢 賴清德德制的相關內容 那其實呢 對此呢 其實我國的國軍呢 也有發表回應呢 表示說呢 國軍是緊急了啟動相關的應處行動 包含是這個海軍 空軍 陸軍等等 三軍都是處於警戒狀態 那國防部這邊呢 是也表態了 表示說認為針對這樣子 反對的分裂勢力 其實是有不助於這個台海周邊的和平穩定 是有破壞這個台海周遭和平穩定 擾動區和平穩定的一個行為 所以說呢 國防部對中共這樣的行為 是表示嚴厲的譴責 那對此呢 其實這個聯合利劍演習呢 其實在當時呢 蔡英文總統 前總統跟麥卡錫見面的時候呢 中共其實也是有發起了相關類似的這樣的行動 那其實呢 整個這個聯合利劍演習的範圍呢 就包含了台灣海峽 以及台灣的北部 南部 東部 以及金門 馬祖 烏秋 東影等等周邊 都會有相關的軍事行動 那對此呢 其實解放軍今天早上呢 除了釋出了這個交集之外呢 也在他們的這個東部戰局的微博上面呢 也發表了相關的動態的影片 其實恫嚇台灣的意味 可以說是相當的濃厚 畢竟呢 在現在兩岸關係緊張升溫之際呢 中共又宣布了 23號 24號將展開 兩天的聯合利劍演習 其實對台海周邊 以及區域的這個和平穩定 都是帶來一定的傷害力 那其實對此呢 國防部他是強調說呢 這個相關海空域的動態呢 國防部都會嚴密的來監控 緊急來應付 以下是我們找到現在的 最近情形 把時間鏡頭交還給同內直播 好那另外呢 就是在7點45分開始 中國人民解放軍東部戰區 為台灣海峽 台島北部 南部 東部以及金門島 馬祖島 這個烏秋雨 東影島周邊 是展開了聯合演訓 那麼中國軍方也是以快報模式 來宣布這演習的範圍 中國軍號消息 東部戰區新聞發言人 李希海軍大校表示 5月23號至24號 中國人民解放軍東部戰區 組織戰區陸軍、海軍、空軍、火箭軍等兵力 為台島周邊開展聯合利劍2024A演習 重點演練 聯合海空戰備警巡 聯合奪取戰場綜合控制權 聯合精打要害目標等科目 艦機抵近台島周邊戰巡 導練內外一體聯動 檢驗戰區部隊聯合作戰實戰能力 這也是對台獨分裂勢力 謀獨行徑的有力懲戒 對外部勢力干涉挑釁的嚴重警告 好 所以針對了中國解放軍東部戰區呢 是今天開始要展開圍棋兩天的聯合利劍演習 那最新消息就是國防部有的回應 對於這種不理性的挑釁 破壞區域和平穩定行動表達遺憾 國軍依經常備戰時期突發狀況處置規定 派遣了海、空以及地面兵力 來應對就是我們收到的最新訊息 那同樣也是最新的訊息 我們來關心道德就是台股 因為呢就是中國解放軍 他們突然宣布要來展開演訓 那麼現在會不會影響到台股的表現呢 現在9點11分了 最新開盤的狀況 我們要把時間交給紫禁來告訴大家 紫禁 好的主播各位觀眾 這個共軍宣布經營兩天 要對台灣的周邊展開軍演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台股今天開盤 看起來是不受到影響的 因為指數一開盤呢 是就大漲了115.1 以21666點來開出 那這個價位呢是又再創了新點位喔 就是再創新高 那麼其實可以看到盤面上 我們的護國神山台積電表現真的非常的強 開盤是用跳空大漲了13塊錢 以877元再創新天價 那包括像是鴻海也強漲超過2% 廣達也上漲超過1%等等 整個盤面上可以看到呢 AI股呢是持續的帶領台股在網上的做攻擊 那麼最主要就是因為說 今天這個凌晨呢 AI晶片巨頭輝達 他們發布了最新的財報 那麼包括說第一季的財報數字 還有第二季的市場展望呢 都是超乎市場預期的非常樂觀 所以輝達的盤後的股價 已經先大漲了超過7% 是占上了千美元的大關 所以是持續的帶動台股 那麼分析師最新也說 雖然這個共軍軍演的消息 有可能會壓抑整個台股排面的氛圍 可是他認為說 不至於會造成太大的影響 整個台股呢 還是會在輝達的帶領之下呢 會呈現一個多頭的局面 那麼以上就是現場 這個目前最新的台股行情 好確實來關注的就是 中國海警船近期 也是頻繁的編隊侵擾五方海域 國防部政策也因此做出調整 從昨天公布的台海軍情顯示 軍方首度獨立公布了中海 中共海警船的動態 那這等同於未來中國海警船呢 也會列入國軍艦艇 以及暗置飛彈系統的監控 以及應付範圍 我國海巡人員對著千頓級 中國海警船發動驅離廣播海面上 清楚可以看見三艘海警船 編隊侵擾我金門南方海域 近期次數越來越頻繁 國軍也觸手反制 從國防部公布了台海動態 就可以發現徵禍共建七艘次 跟首次公布海警船四艘次 在台海周邊活動 並納入國軍艦艇飛彈系統的監控範圍 因為畢竟他的警察代表的是 對內的一個執法權 所以他也可以去透過這個方式 去壓縮我們在這個 附近海域的一個相關的治理權 所以對於我們國防部來說的話 不管是海軍還是海警 只要對於我們有任何威脅 我們就應該去納入在一個 徵收的範圍以內 海警船成為中國對台脅迫的新工具 專家也分析海警船出現次數增加 某種程度是想對外表彰 中國有權掌控驚嚇水域 我方不得不有所應對 不只是只有海軍 我們的海巡相關的船艦 可能都會必須要去出去 去跟他做一個對峙 新的海巡署長也有去提到 可能會超像立體化的一個模式 那我們的一個海巡 是不是具備有足夠的空中能量 我想其實這一些都會是我們會去思考的幾個方向 隨著兩岸情勢持續升溫 中國擾台 手段越來越多 我軍也不能永遠沒守成規 畢竟敵變 我方也得變 這時任何曰你 作詞文章 在效力五號台被採訪報導 nuevo toys